哈囉 那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第二張 有成幻見路 第二張月影大漠 沙漠城堡篇 跟隨紫淵 下回一路聊到盤砂谷 遠遠望去前方是一座城堡 然後大家記得我們一到盤砂堡之後 我們先遇見了誰 遇見了誰 就是楊雲佐大哥 楊雲佐小叔叔 我記得是這樣吧 然後他不是 提示我們可以走那個密道嗎 然後兵妮就對他 懷有敵意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張是不是就遇到 楊雲佐了 你做完事 這張顏色 走吧 我是哪裡 不是 你什麼 在那時候 你需要 看看 做法 好 不然 寶桌 但是 這裡 十分 為什麼 記得 我 好看起來這邊暫時沒劇情 那這邊戰鬥 到時候上片之後 上片之後我再把這段戰鬥剪掉好了 不過我先讓大家看一下韓武殺的技能好了 無天黑炎 好就這樣 這招式 穿雲劍 哦他只能打 哦只能打前面那一個哦 哦這招 的缺點只能打前面那一個 必死就緒啊這我新學到的招式 這招式 還沒關掉 關掉 然後學到新招這個 生聚靈陣 嗯 看一下這個必死就虛 哦是這個哦 沒什麼特別的 好 好 航母殺的 金 青羊補陰 哦可以補血哦 哦哦哦 哦打贏 好繼續吧 2-1 2-1 生東擊西 這盤鑽寶一手難攻 給小方 小方法進去才行 雄雞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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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要去後山的嗎 怎麼突然就不走了 夏侯大哥 你看那邊 成列的火盆 雄雞妹子是想 我們在外頭使用著煙火 一來 這是他盤砂堡的信號彈 或能引他們開門 再不計也能生東擊西 找機會混進去 正是呢 何況 如此這般也算是叫那些 所謂的中原群豪 知曉此地正有異樣 他們那些人可夸下海口 說未尋神雀公的小公主而來呢 既都這樣說了 那又怎能只有我們三人挺而走險 入這沙漠城堡內去救人呢 仙雞妹子果然像風姐姐說的一般靈巧 好 既然這樣 那我們就用這個火盆點燃煙火 點燃後我們就快快隱蔽起來 看他們是如何動靜 是 是弟兄們的煙火訊號 快開大門 蠢貨 才有人在門外探頭探腦 定是詭計 快去後山看看 那處可有密道 好棒好棒 不愧是夏侯大哥 這樣我們就能闖進去了 玄妹 現在可不是高興的時候 門內似有異動 當心 糟了 這盤沙寶想來是訓養了這些魔狼手們 幸好俺阿爾泰八多留了個心眼 就知道你這矛頭小子不會善罷甘休 快去點燃火盆把弟兄們都喊回來 夏侯小子這回讓你插翅南飛 好這個應該也是十隻硬吧 欸不是 好 好 都怪我一學心急 這不怪玄機妹子 至少我們也看到了盤沙寶後山 便是這要塞般固若金湯之地的薄弱之所 想來不會走空 有夏侯大哥在 我們一定可以順利救出齋女 讓我那凡事神奇妙算的小師叔大吃一驚 盡在掌控 再來是端尼出險 眾人鬧到盤殺古後山 卻發現早有人 在此等候過時 ok 那就是養盈佐 小師叔 你怎麼會在這裡 是玄二啊 師姐放心讓你出來 這兩位是你新交的朋友嗎 怎麼不給師叔介紹一下 這兩位是夏侯儀大哥和冰璃姐姐 就是他們把我從奸人的營地救出來 一樹一劍 在敵陣中可是所向披靡 這一位是我的小師叔楊雲佐 是我祖父在晚年收的關門弟子 他這人絕頂聰明 在本門中有個外號 叫小諸葛 玄二快別取笑了 你們才是少年嬰俠 幸會 啊還有這位美姑娘 敢問你的方名是冰璃嗎 是你 冰璃姑娘 咱們應該是初次見面 在下不記得何時冒犯過你 多言無用 冰璃姑娘 請住手 這位楊兄是慕容姑娘的師叔 和我們並無過節啊 我知道了 謹遜玉密 想必你們也是為了救齋女而來的吧 我從敵仲身上弄來了城寨密道的鑰匙 就當是在下 驚擾到冰璃姑娘的賠罪吧 根據我方才的探勘 這城寨的來頭不明 防守嚴密 我回去找人來助陣 你們萬事小心 多謝楊兄的忠告 我們會量力而為的 你 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咱們快把這些巡邏兵解決掉 別讓他們打草青蛇 引來其他敵人 然後我們打完了端倪出現 新的章節 地牢囚犯 這個地牢囚犯 是誰呢 大家知道嗎 古倫德 就是古倫德啦 GO 此處並沒有盤砂到 守衛們應該都去別處巡邏了 好機會 我們正好可以找找齋女 是否在此處 嘿嘿 小兄弟 看這兒 小兄弟 你们看来不像是盘沙保重 你们是来救人的 这位大哥 我们的确是来这里救人的 这阵子您可有见过 其他人被带来此地 知道没有 我在这里被关了一个多月 从没看过这里有其他人 此地宝主莫测高深 被他抓的人多半是另有他用 我猜你们要找的人 应该也在上面 和我老师一样 被软禁在某处替他工作 尊师被此地宝主软禁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和老师原本在西域四处游历 被他们的人偷袭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被带到这里 那宝主说 要老师替他翻译一些古文书 并以我的性命要挟 老师就被带走了 从那之后 我就一直被关在此地 原来如此 既然大哥也是受这批人所害 我们就先放你出来如何 好 当初我是一时不慎着了他们的道 不然以我的一手快枪 他们逃不了好去 吵死了 是谁在那里啰啰嗦嗦的 你们是来人啊 有人捷御 快围住他们 真是见鬼了 居然有人敢来盘杀宝捷御 全给我拿下 可恶 又是盘杀宝 大家小心 小兄弟 快救我出去 我可助你们一臂之力 夏侯大哥 此处敌人众多 我们快把这位大哥救出来 出来吧 古伦德 在下古伦德 多谢各位出手相救 还愣着干嘛 一群废物 还不赶快把这群小贼抓起来 就凭你们 且看我一手长枪 横扫这个盘杀宝 哦 古伦德的血好多哦 好 那那他收尾好了 那 青螺做给他做灰击 哈 被关了这么久 总算可以输着一下筋骨了 小兄弟 你们怎么称呼啊 我叫夏侯仪 这两位是冰黎姑娘 和慕容玄机姑娘 我们潜入盘杀宝 是为了找人 只是这里错综复杂 如果古大哥您对这里有所了解 可否先告诉我们 那宝主叫伊伦哲罗 他手下这批人出身鱼龙混杂 但训练有素 组织严密 并非寻常的盗贼可比 看来秘密都落在那宝主身上 光想无意 还是先杀上去看看再说 咱们走吧 好下一张古伦德的回忆 哎 兄弟 哎 兄弟 你究竟是怎么被关在这盘山堡的地牢里的 这 奇怪 外面怎么这么嘈杂 发生了什么 赶快集合 后山传来警报 保主有令 速去支援 嘿 那边的 怎么这么大阵仗 你们这些贼人 又暗算了什么人来 嚷什么能 有你什么甚 在牢里老老实实待着 再嫌嚷嚷 可别怪我们让你受些皮肉之苦 你们这些萧小 若不是耍些阴谋技巧 怎能将我困住此地 你们且等着吧 等我出去 定要教你们尝尝我这枪法 那你就慢慢等着吧 我还没见过 能从这盘山堡地牢离开之人 快走吧 别管这愣头青了 你们 难道真如他们所说 我的余生 都将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度过吗 这牢房固若金汤 房里却是难以逾越 若是老师在这儿就好了 也不知道老师怎么样了 唉 若是老师知道我此刻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 说不上又要骂我了 这盘沙堡的人 之前想来是被你们引走了 这里守卫才略少了些 至于你之前问的 我为什么被关在这地牢 其实是因为他们抓了我老师 想让他研究楼兰古城之事 好再来2-3寻找圣枪 就是一国骨枪 拿到一国骨枪还要用圣水帮他进化 拿给亚布斯 大家还记得吗 幼城幻间路要拿到最强的武器 就是要这么麻烦 原来古伦德和恩斯的西域流浪之行 竟发生了这种转折 你也这样下去了 你的身体已经 够了 古伦德 你父亲将你托付于我 我便绝不会辜负你父亲所托 若不找到弥城 得到其间的神秘之力 又怎能助你复国忠心 重拾赫图兹家族的荣耀 可这几年 我们游走西锤 坚信楼兰的传说 勉强撑到今日 却连他一点真实的讯息都未得到 我已失去了家族的荣耀 又怎能再失去您呢 混账 你是忘记了仇恨吗 忘记了你父亲凯尔廷公爵的英勇 和他所经受的一切吗 即便是倒在这沙漠中 我也要替他找回那些属于他的荣光 也要让你那奸命的叔父 做千古的罪人 我 老师 老师 你切莫激动 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咱们这就去寻那商人 古伦德 我们已在这西域辽江 流浪了数年时光 眼下 为胜这边陲几处未曾探访 我隐隐觉得 赫图兹家族的荣耀 是时候要重现了 希望如此吧 啊 寻找幻城楼兰的人是你们吗 你们找对人了 我在这边陲行走多年 积累的剑文是其他人都比不上的 我听说 有支商队曾到达过幻城楼兰的边际 并从那里再度归来 他们就在这城外向北几里路的地方 架设了营寨 哦 对了 他们为首的那个人 是个面带刺青的壮汉 阁下可就是曾到过 换成楼兰之人 楼兰 我不知道 但我的确在这儿等你们 哈哈哈哈 自投罗王 有诈 老师 快跑 哪里跑 别挡路 给我抓住他们 老师 你先行退避 我们梁州见 好 你自己小心 来吧 看枪 让我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我得守住这几个路口 不能让追兵过去追老师 我看 古人德 用骑士训言之后 他就可以 帮人家保护 就会得到反正的效果 他应该可以很快打死敌人了 羊羽走出去 左上角拿東西 我想到一件事 我想到一件事 火屬性打這個好像不太好 站這裡好了 然後 給古倫格 再行動 好 打死一隻了 不然 你这小子 还有两下子 弟兄们 撤 看起来像个硬茬 没想到打不过便溜 看来那行脚伤 与这刺青汗是一伙的 唉 又未能寻到楼兰踪迹 老师又要难过了 算了 不想了 我得赶紧去找老师了 成就两个 好 这一年搜罗了不少有关楼兰仪式的残片古籍 正藏于阁中 不过那些外文字我并不识得 正缺一个学识深厚之人助我 不知老先生是否愿帮此忙呢 这个 我还有事要做 你那小徒弟不要了吗 他可是还与我那手下熬战呢 他的性命只与你之口 我和你走 不过你要保我那徒弟平安 一伦哲罗从不食言 好 再来是独闯盘沙堡 自取应闯 古伦德以骑士之名向盘沙堡 众发起挑战 我古伦德 现以骑士之名向你们挑战 可有人敢出来应战 这傻子还玩武将这一套 咱们可是贼 见过应战的贼吗真是 要不是保主交代了 咱们早在上头给你来一招万箭齐发 把你射成筛子了 可恶 这帮小人将我老实掠走 又不敢回应我的挑战 懦弱 我得想个办法进去 先去后山探探 莫非这儿和我们家族一般 城堡内四通八达 有密道可寻 咦 此处 密道 哟 放你一马 你还偏要送上门来 真是脑子不好使 将我老实还来 甭坑的废话 杀 这宝中竟藏匿了这么多人 虽说一时战胜 可若再有人来 我怕是要陷在这里 快快快 他就在那 糟了 你就是古伦德 哼 你们这些懦夫 不配直呼我的姓名 将我老实还来 哈哈 私闯我这盘沙堡 又打伤我不少下手 还敢这样跟我叫嚣的 你 还是头一个 哦 听你这意思 你是这盘沙堡的主人 哼 不过也是个懦夫罢了 不敢与我正面为敌 实现阴谋作量 卢我老师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嗯 卢走 你的葛梅尔老师 可是自愿跟我到宝中来的 而且我也并没有亏待他 你都不知道 他整日在那藏书阁里 翻译古籍残卷 有多么开心自在 什么 怎么可能 他是你的老师 你应知他对那楼兰幻城 有多痴迷吧 他还与我说 寻到幻城 是他一生最大的所求 难道 不 一定是这懦夫在骗我 想扰乱我的心神 魔鬼 不要妄想欺辱高贵的灵魂 哈哈哈哈 既然你这么说 那你就安分地 在这地牢里待着吧 等你的老师完成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后 你们就能离开了 不过 如果你愿意去协助你老师 说不定 他还会快一点 古伦德 虽为阶下之求 却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我不与魔鬼交易 倒是有几分傲气 既如此 那天好好的在我这固若金汤的地牢里待着吧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 你老师的安危 然后在二知识探查沙宝 机缘巧合 进入盘沙宝 古伦德将做出何种抉择呢 听古大哥这么说来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这宝主也和贺兰铁汉一样 在寻幻城 你 奇怪 怎么感觉我们来来回回又回到了原点 这盘沙宝居然这么不简单 夏侯兄弟 莫吉 我先前也是摸着密道 才进到这盘沙宝中 想来此地还有许多机关密道 我们稍加留意 或能找到破绽 顺道一提 这个实质把手 是我当初和他们拉拉扯扯时 从某个盘沙宝中身上摸来的 我看不出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过说不定以后会用得到 你先带着吧 哎呀 头都绕晕了 等抓住那宝主 一定好好教训他一顿 依我看 这些石板定有什么蹊跷 咱们不妨好好研究一下 这扬帷台座的石板 是可以被按动的 不知道是什么机关的枢纽 这里有个方形的小洞 好像可以插进什么笋头之类的东西 夏侯兄弟 不妨拿出我之前给你那个实质把手试试 好如意 这实质把手的方端 正好可以插进这笋头里面 让我试着转动它看看 太好了 激光门打开了 咱们走吧 大家稍稍退后 嘴里好像不太对劲 夏侯大哥 小心 不好 似乎触发了毒气开关 诸位 这毒气似乎只是在这片范围内 咱们躲那儿去 多亏了谷大哥 哪里 是我不够谨慎 看来这些机关并不能轻易出发 咱们要当心了 是谁 咱们要叫你们近的来出不去 好 我们用这一队打好了 看能不能 得到成就了 一回合要杀两只 好 一回合内要击杀两只 我们看能不能击杀两只吧 好像有点难哦 诶 不会 蛮轻松的 这口声戴上之后 果然不觉得毒是刺鼻了 哦 强到口罩了 没有追击 可惜 好 两只 打死 成就获得 我方可以死人吗 好 不超过两个人 OK 应该是可以的啊 好痛哦 对啊 好不卫生哦 下好以 真不卫生 好 解决 一只 一回合三只 一只 哇 好痛哦 不行 不行 诶 其实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OK 擋住 然后 哇 糟糕 1 2 3 4 可以 啊 补到了 太棒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关卡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这个东西 断裂的准槽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我们把它捡起来 好 一个物品 好 我们把8回合 8回合内把 这一关解决掉 应该是可以的 走 好 我先把点点引过来 这边还有一个树鸟 把它捡起来 太棒了 太棒了 哇 不要啊 哈哈 好吧 算了 这一关真的很难 有金无险 咱们总装破了这些机关的 又闯过一关 我们进去瞧瞧吧 误入藏宝室 好 误入盐武厅 打 大家小心 可恨 若不是此刻有许多弟兄 都出外办事 岂能让你们斩了上风 听着队长之言 宝内已没剩多少人 算那宝主运气不好 咱们快去逮他吧 自当如此 不过 这盘沙宝到处是机关 那宝主藏身之处 只怕也不容易找到 下河大哥 我们这边动身去找吧 2-5 伊伦 哲罗 保主 行到庞山宝大殿 下河移中 终于进到被劫持的 詹女和庞山宝保主 伊伦哲罗 生理条件将 黄埔森的血量压制到30% 隐藏宝箱1个 成就3个 这躺着的 是公主大人 伊伦哲罗保主 你把斋女怎么了 别紧张 只是给她吃了一些蒙汗药 免得她闹起来天摇地动 不碍似的 欢迎大驾光临 我等你们很久了 阿尔泰巴 当初在营地 把你打得大败的 就是他们 是的 都怪树下无能 不但败战逃回宝内 还因而引敌入室 这是罪该万死 还请保主降罪 你不用自责 这些人能够来到此地 自是非寻常之辈 看来今日可以好好活动筋骨了 伊伦哲罗保主 我们受神雀公之托 前来迎接斋女 请你将她交还给我们 否则 我们只好得罪了 没想到鼎鼎大名的神雀公 竟然会派个厚生小鬼来要人 我倒想看你有多大能耐 好身手 等等 你 莫非 莫非你是 有趣 没想到还有这种事 我改主意了 伊伦哲罗是我的假名 我的本名叫 黄斧申 保主 你 没事 告诉他们也无妨 在下夏侯仪 还请黄斧宝主 多多指教 夏侯仪 好 我记住了 只要你能打倒我 斋女 我可以毫发无伤地还给你 但若你败了 你们一伙的性命就都得留在这里 如何 我等来死救人 本就不惜以战 既然皇甫宝主有着雅兴 我们奉陪便是 哈哈哈哈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夏侯小子 阿尔泰吧 怎么上 遵命 阿尔泰 好 施加血刃之兆 喔 还是打不死 好 敌方23等阿 是有点难打阿 好 既然如此 如此 我就这样 这么弱阿 他说打 打到剩多少 30% 本分是30 他就300滴哦 30是300滴吗 哦 900滴 900滴 我想想 好 天权也新宝 太棒了 阿对吼 欸 不能呼吸了 找到不要浪费时间 呃 等一下 他 哦 黄埔森打不到我 好 那就这样 啊 应该先放血刃之洞了 吼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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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斧森 你竟然敢 竟然打疯姐姐 可恶 我这次应该可以 可以打赢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贏了 停手 咱們到此為止 夏侯儀 你們可以把齋女帶走了 二太八 你負責送客 遵命 皇甫寶主 我們應該還沒分出勝負 為何 不用比了 我只是想試試你們而已 既然你們都已經出現 我留著齋女也沒用了 多謝寶主 夏侯兄弟 你們的事情已了 接下來是我的事了 皇甫身 老是不分日夜的鑽研你所收集的典籍 最終由盡燈庫而死 這筆帳要怎麼算 葛梅爾一生尋找楼兰 他驟然去世 應該是看到某物後 一時過度驚喜 引動心計血涌而死的 你 你怎麼會知道 葛梅爾也知羅河雙史 你看我背後的筆劃 這是千年前的樓蘭城遺物 我好不容易才帶回來的 那是那是那是霍庸 有有這種事 難道他真的是千年前的人 老是他 小島 你怎麼可能會要 那是霍庸 你還好嗎 登上 只知死仍不释怀 可改天再来此找我算账 我皇府申绝不未必 夏侯仪 看来咱们缘分匪浅 来日必有再会之时 届时 我会再多告诉你一些事情 报 启禀宝主 中原五大派群豪连同神血功人党 正违据本堡门前喧嚣过噪 该当如何 还请宝主下令 是小师叔带人回来了 绕人闻营 立刻将大门紧闭 在各窗口不攻无守 谁敢强攻就立刻送他上西天 不用客气 那么我们告辞了 阿尔泰巴 送客 物妖轻敌快撤 这是在优神幻见路啊 这是从那个盘沙堡出来之后 我们要跟周崇祝浩打一仗 那打完打赢他们会得到丰富的奖励 那跟那个武器防具 红莲结宴吧 我记得是这个 消灭所有地址 吃一个烤鱼 不过是一处小小的贼库 我们武派到了人家门前 却观望未缩 国足不前 中原武派的面子 都给丢光了 敌债坚固 咱们武派虽善咒罚武术 却不安功成之道 若草率行事 恐怕会损失惨重啊 咱们劳师动众赶到这里 不是为了看风景 怕死的就走 中原武派何派为尊 马上就可知晓 慕容盟主 神武贯 该不会也想继续 归缩在此吧 自 自无此事 慕容征 田长武派盟主之职 神武贯自然身负重责 区区盗贼 何足俱灾 慕容贯主 莫要轻易为人言所及 你身为我武派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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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卧定策 权则非小 还请你再三思 公孙兄 你的意思是说朱某和周兄居心叵测 以谗言激获盟主了 主兄 公孙锦不曾口出此言 只是提醒慕容贯主 咱们此刻身处异欲 凡事须得慎重为先哪 够了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神雀公可没请你们来 你们若要帮忙 只要帮我们略阵便可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娘们 能成什么事 不然身为你们一公之尊的齋女 怎么会给人卤了去 你 夏侯公子 四位姐姐 保主已答应把齋女交还 不过她一时沉睡不醒 你们快去把齋女带回吧 夏侯公子蒙你救回公主大人 似必深感恩德 今后如有任何差遣 似必愿尽绵薄之力 朱环和我一起去迎会公主 夏侯公子 这回真是辛苦你了 姐姐们不用客气 还好我不负你们所望 好 此事既了 那么我们这就回梁州休息了 等等 小子 我们可没说你可以走了 是啊 这小子 居然若无其事的从里面出来 从里面出来 因之不适合他们一伙的 先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我们花了好番功夫才劝服宝主将齋女交还 如今齋女获救 此间经过如何 与两位不相干吧 这小子 这小子全部把我们放在眼里 想必是有那宝主在他背后撑腰 定是这小子串通外敌 演着一戒一魂的戏门 想拿齋女对神雀宫做人情 周兄 这该如何是好啊 将他们一等都拿下了 逼问出入宝之法 然后进去把里面的家伙一网打尽 把他们围住 两位掌门 夏侯公子是本宫的恩人 你们若是对他们动手 那就是不把神雀宫看在眼里了 哼 此刻齋女昏迷不醒 你们四必能做得了主 你们要是多管闲事 别怪我不顾同道之意 你 你这人 太不讲理 嘿嘿 听闻这匪债据连大量不易财富 今日我们算是替天行道啦 以强凌弱 以多欺少 今日我真是大开眼见 见识到了中原群豪的嘴脸 哈哈 那也得等你过了这一关再说 两位师伯实在太过分了 分明就是自己贪欲熏心 想入宝掠夺 却乱编罪名想拿夏侯大哥逼供 咦 咦 这不是慕容贯主的千金吗 慕容贯主 小女孩家没见过世面 容易给人拐骗 你要是不管教 可别怪周某拜劳了 你家人 那些人 他也不能看见 你上哪里 啊 我能看到了 你不想到 你一堆 不过一死罢了 我们都不会死在这里的 小子 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省得受这皮肉之苦啊 你们欺人太甚 这是你们逼我们出手的 好大的口气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有多少能耐 果然有两把刷子 再上 这边问你要不要挑战强敌周同的诸号 那即使战败也会获得光卡胜利 不挑战直接获得 那我们挑战啊 即使挑战输了也会获得光卡胜利 那挑战 这帖人当真有点邪门啊 老子可不信这个邪 咱们上 這次打 沒辦法把他們打成豬頭了 我超扯 一滴 兩滴 太扯了喔 安安 太扯了喔 太扯了喔 太誇張了啦 太扯了 好不好 那我要自殺了 太扯了 啊 待會贏了 啊 周師兄 周師兄 夠了 你的寶貝女兒不會有事的 你急什麼 周兄 問貢之事就交給你了 不過可別弄死這小子 不然事情可就難辦了 死也 不讓你們 只要有我在 你們休想碰他 嘿嘿 我們不是不懂連香西域之人 但若你強要拼命 我們可就顧不了這許多了 無知下眾 妄善傷犯神使 此乃萬死難職之罪 而等可知神怒之威 請奉神旨 遺曰解氣 封劍劃力 逆天黃裂 揮滅無敵 那 那是什麼 現無魂語 兵力姑娘 別亂來 是你 兵力姑娘 這裡有我做主 你千萬別亂來 快停下這事件之夷 我擔保一地 平安無事 果然不愧是天瑤派 我們前腳才到 你們這會兒就已經跟來了 怎麼封女俠 你這回又要持強相逼 插手管這當事嗎 朱浩 我師妹可沒有開口問你話 咱們管不管這當事 也輪不到你管 你給我閉嘴 五派盟主是誰 你 秦師兄 小女子不才 受大家推舉為此次西域之行的盟主 秦師兄遠道而來 不知有何指教 被你們打傷的這批人 我們帶走了 你可有意義 這 我 秦維剛 你不要太不把人放在眼裡 我秦維剛 便是不把你周崇放在眼裡 你幼待如何 若是讓老子活起 讓你紫雲派門眾 禁術臣勢於此 亦非難事 你要不要試試 你 你 你 慕容貫主 我大師兄說話不太客氣 得罪之處請多見諒 夏侯公子絕非歹人 是我請他來此營救齋女的 且先讓我帶他們回梁州療商 此間若有任何誤會 儘管找我風鈴聲便是 呃 這 這自然是沒問題 既然齋女已經平安救了 後悔此事正可告一段落 風姐姐 我可不 不知道你有這麼大的面子 還好你來得及時 不然我們可就慘了 對不起一弟 都怪我半途離開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不要緊吧 我不要緊 好 好痛 全身的好痛 你沒事吧 周崇 你對她做了什麼 只是一枚脆骨神針 沒什麼大不了的 哼 瘋女蝦 盟主答應把人交給你 可沒說 我不能先讓她吃點苦頭 可惡 我們先帶一地回客棧 這筆賬 咱們日後再算 兵 兵 兵梨 你為什麼在這裡 霍庸 我是尊神指派給你的箭矢 附有保護你的使命 隨時在你身邊 是再尋常不過的事啊 是啊 不論何時 你總是在我的身旁 好像我們出生以來 就一直在一起似的 兵梨 不管以後怎麼樣 你願意一直陪在我身邊嗎 你知道的 這是我的使命 也是 我的心願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用我的性命和幻劍保護你 全身筋骨痠痛 還算連做了好幾天的苦意 別的倒還好 我是怎麼了 你醒了 風 風女俠說 那個叫周崇的被迫將我們交出 又被大雪面子 一時氣氛不過 所以案裡 對你發了一枚脆骨神針泄恨 那是紫雲派的獨門獨真 本是用來情部敵手用的 這毒不傷人命 但中毒者會全身巨痛 立即全失 之後 你連續昏睡三天三夜方醒 兵梨 這段期間該不會 都是你在看顧我吧 也不能說全是我 慕容姑娘 忙進忙出地幫你找大夫 抓藥煎藥 她也是很關心你的 呃 躺了這麼久 我也該起來活動活動筋骨了 等等 風女俠說 脆骨神針之毒 雖然不傷性命 但對手足筋骨有損 你還是 多躺一下的好 我 我 依照原作原作劇情呢 我們要選一 我就不要服膩他的一片好意 男子漢怎麼可以這般軟弱 慵懶呢 好我們要選一 老實說 你說的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半點也不記得 也不明白 你為何選擇跟著我走 我相信你絕不是在對我胡言亂語 也絕不是討厭你待在我身邊 可是我真的是你在尋找的人嗎 如果是 那又是為了什麼 沒關係的 有一天 你一定會像我一樣 慢慢回想起來的 我已經等了這麼久 不在乎再多這一點時日 你還記得盤沙堡大廳內的壁畫嗎 那壁畫上繪的 是尊神和我們兩人 只是 那時的你 樣貌和現在大大不同 你大概也認不出來 那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事嗎 古大哥的老師和黃府寶主都這麼說 難道你真的是千年之前的人 若非如此長久的時光 我不會把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 而即使見過了那壁畫 也只能讓我想起一些浮光烈影而已 你一定覺得我的畫很難置信吧 不 我當然相信你 那遙遠而又熟悉的感覺 或許就是來自於那千年前的記憶吧 百年也好 千年也好 只要這一切是真有其事 我們也不必急在一時 總有一天我們會再想起這一切的 藥湯來了 大夫說藥湯要趁熱喝才有效 兵里姐姐 這就麻煩你了 我 我先出去了 玄妹 你怎麼了 我 我沒什麼 一定是剛才熬藥時給煙燻了眼睛了 大師哥 這不干你的事 怎麼了 發生了什麼事 是封姐姐的聲音 他們在隔壁房裡嗎 兄妹 難道你一定要師兄再說一次 你忘了當初師父決心 將三師弟竹出門牆時 對我們說了什麼話 這一切原非身而之過 但它乃是荒鈴力魄轉生 不論咱們如何善盡教會 它遲早都會重墮幽暗血海 既然它難託此宿命糾纏 咱們只能及早行事 不讓它惜得本門咒術 也是為了天下蒼生的將來 我不相信 三師兄的為人我再親手不過了 你明知我 明知我喜歡他 所以就借師父之言 將他排擠出去 師妹 大師兄這人嚴肅自烈 對談情說愛極是口拙 但他在本門照顧你 可說是無微不至 旁人有誰看不出他的心意 他今日之言 實是因為對你用情置身之過 師妹 還有一件事想對你提一下 那個金髮少年 他身上的黑氣和三師弟有點像 我並非對他存疑 為防萬一 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或許我 就是特別和這種邪氣 臭味相投也不一定 不過二師兄請放心 我會留意的 我先回房了 二師兄 你也早點安歇吧 咦 你們都還醒著 一弟 玄姬 剛才我在陵房說的話 你們都聽見了 是不是 不過 我們不是有意要去聽的 這件事我不是刻意要瞞你們 但事關你為何被捲入這場風波 我想你也有權知道 等你身子好些 我再慢慢說給你聽 嗯 時候不早了 咱們就趁早安些 其餘事等明天一早再說吧 那 有成換進入第二章 目前都到這邊啊 那 有沒有明知關卡 我們之後再 我再去看看有沒有明知關卡 那目前就是到這邊啊 那第三章好像還沒開啟 對 我們就明天直播就 自行主線劇情啦 好 那 喜歡頻道這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這個就是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